你迟到了 不好意思 为了照顾病人 耽误了一些时间 是照顾病人 还是照顾客人 我只有你一个客人 男人的嘴 骗人的鬼 骗人是我工作中的一部分 销付费的 你没有买这项服务 我没法骗你 把上衣剥掉 还不错 希望我的钱没有白花 开始吧 放心 希望你物有所值 不要让我后悔 我一定 让你后悔 不行 我还不能杀他 现在杀了他 要偿命 卫卫可怎么办 喂 喂 福总 昨天安排的男模 你满意吗 嗯 转告他 三个月内 让我怀孕 没问题 谈恋爱 结婚 对于我这样的女人而言 就是浪费时间 所以 我选择直接花钱 去付留子 你这条大雨 终于上高 爸 下个月我回来 就带你和妹妹 去欧洲旅行 真的吗 太好了 那你陆天安哦 乖啊 嗯 再见啊 爸 爸 你怎么了 爸 来人啊 救命啊 医生 我是宠美的哥哥 他现在怎么样了 情况不太乐观 很可能会变成植物人 医生 我求求你 你一定要救救他 这个你放心 我们一定会尽力抢救 但是 以他目前这种情况看 后续的适量费用 会非常高 会是个无底洞 你要有个新的准备 谢谢 自适应生物材料 是我们富士集团 最新的研发成果 这种材料 能够在体内 实现动态调整 促进组织的 再生和修复 是你 富士集 毁了我的一切 你对我家人 坐下来好 我一定会让你 血斩几张 陈先生 您之前的欠款 尚未怀清 薪用额度不足 我们无法再向您提供借款 咱们这行的规矩 你也清楚 从来没有提前预知这一说 要么乖乖回来做任务 要么 滚蛋 我已经缴清了你妹妹的第一剂治疗费用 不出意外的话 后续费用我也全包了 您试试 会是妙王 陈先生 你不记得我了吗 三年前 身材不错啊 你们要干什么 要么 别碰我 我先来 行死 别碰我 救命 住手 住手 他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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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骂了你啊 没事 我是来救你 你妹妹的医药费 我包呢 你以后有什么需要 可以找我 不是 我确实需要你帮我 什么 我需要一份工作 也分在富士集团的工作 小心 怎么有一种熟悉的感觉 你是谁 小心 怎么有一种熟悉的感觉 你是谁 我是市场部新来的 我叫陈云起 谁招进来的 石晴 云起是我招进来的 现在不在招聘计 怎么进的新人 刚刚有个人离职了 我看云起学历不错 专业也对口 就招了他 跟你说了多少回了 我们富士集团在行业内领先 很多竞争对手 想方设法窃取我们的成果 来路不明的人 不能随便招 你放心 我查过他背景 难保他没问题 或许是我想多了 对了 销售只能在一楼待着 不能上楼 好的 副总 抱歉啊云起 我姐姐房被心比较重 你别介意 没事 我会让他 信任 副总 师秦 你醒了 谢天谢地 你在车库被人绑架了 幸亏成云起看到旧了 谁绑架的我 目前还不清楚 自适应生物材料的成果 引起不少同行的记忆 可能是某个竞争对手 做的手脚 务必调查清楚 类似的事情 不要再发生了 好 我知道了 那个 事情 云起 为了救你受了伤 你要不要去探望一下 你是在教我做事吗 没有 我只是 出去 副总 您叫我 听说是你救了我 说吧 想要什么报仇 不必了 副总 分内的事情 刚好是路过而已 看你的身手还不错 兴趣而已 我学过几年三打 要不来做我保镖 要比销售赚得多 多谢副总好意 但我的身手 只不对付一些 低脾流氓罢了 可能担任不了 这么重要的工作 还挺有脾气的 你还是第一个 敢拒绝我的男人 没什么事的话 副总 我就先走了 还有其他的工作 我副师傅看上的男人 是你想来就来 想走就走的吗 或许 我是个例外 没有例外 把衣服脱掉 啊 血都渗出来了 副总 这 不太好吧 别动 快好了 谢谢副总 从明天起呢 你就是我的保镖 专门为我一个人服务 明白了吗 我要是再拒绝你的话 倒是显得我有点 不是好歹了 嗯 很好 只有获得你的信任 才能找到你犯罪的证据 凶人多久 我就会让你 获得英勇的相场 师傅 你在这干嘛 那件事情是我不对 我想了很久 我最爱的人是你 你能不能再原谅我一次 现在厚着脸皮来求复合 怎么 小明心完腻了 还是你也被戴绿帽子了 来和我讨价经验呢 傅师傅 我真心实意找你来复合 你说话有必要这么刻薄吗 是啊 我对我尊敬的人很客气 只对近人刻薄 诶 志青 许之谣 你忘记你之前对我做过什么吗 赶紧滚 好 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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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知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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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卫瑶 你怎么来这儿了 知恆 你不要我了吗 你明天 这要跟傅师傅那个老女人结婚吗 我们商议联姻 我不管 你不准离开我 那 许之谣 许之谣 是 师青 我们明天就要结婚 你居然在这个时候出轨 傅师青 我告诉你 我和之谣已经好了很久了 你才是第三者 你都笨三了 都人老猪黄了 要不是你有两个钱 哪个男人会要我 好 好得很 许之谣我们彻底完了 你就和这个小贱人 过一辈子吧 是 许之谣 你忘记你之前对我做过什么吗 赶紧滚 你他妈谁啊 你就敢碰我 我是谁不重要 重要的是我要保护他的人身安全 你不过就是他的一个小白脸而已 许之谣 你嘴巴给我放干净点 我说的有错吗 你不就是为了糊弄家里才找他吗 你怎么知道这件事 你想要孩子 你不用重金求死 你找我就可以啊 何必费那功夫 多次一举 你派人偷配我生活 安插眼线 你不说谁 我大致也能猜到你 没想到你不仅是个出轨渣男 还玩如此下流手段 真可耻 哎 我那是关心你 许先生 请你自重 如果你再骚扰父母的话 别怪我客气 傅师兄 你等着 我一定会让你哭着回来求我的 事情 你找我 他给了你什么好处 事情 我不明白你在说什么 我派人调查你的通话记录 你跟许之药通了多久电话 一清二楚 难道还要我告诉你通话内容吗 好 我承认 是我告诉许之药的 我看他是真心悔过了 也是真的想跟你复合 所以我 华英 你是我表妹 跟了我这么多年 难道不知道我的底线吗 太隐身触犯 对不起 事情 我没想到你会这么生气 好了 华英 我本应该格你的职 仅仅只是给了你一把仗 趁我还没后悔 赶紧过来 好 我马上走 事情 你消消气 千万别气坏了身体 陈米奇 明天有个商务会议 你陪我出席一下 是 这么巧啊 怎么 你也对这项目感兴趣啊 你是来抢项目的吗 什么叫抢啊 这个项目 我们许是智赛必得 许之耀 你感情谈不成 就来跟我抢项目 就凭你 哟 太太这是谁呀 这不是我的手下败将吗 许之耀 这好歹是个正经场合 那这种货子 你也不先丢领 那你逼你帮你带着这个小白脸墙 罗美颖 你也不问问她 是谁昨天带着钻戒和玫瑰 在我公司楼下 求复合 有这种事 没有 我等一下给你解释 我告诉你 像她这种男人 永远都是吃着锅里的 看着盆里 你 你自己是个小三 以后就会有小四 小五小六的出现 你就等着鸡飞 狗跳得过一辈子吧 你 净酒不吃 吃罚酒 许之耀 他打我 他居然敢在中午快快之下 打我 打你就打你 还分场合吗 你脸皮的真厚 打我手的头 傅氏青 你这个贱人 行了 别嚷嚷 许之耀 这个老女人欺负我 你也不管管 你还是个男人吗 行了 我管什么管呀 不是你自己摔倒在这儿的吗 起来 走 傅董 你没事吧 没事 我要打起精神来 还有很多客人要接待 石琴呢 爷爷 爷爷 您怎么来了 听说你拿下项目了 我就过来看看 你这个 自适应生物材料的生产进度 顺便啊 过来看看你 爷爷 我有什么好看的 你之前啊 还说 今年 一定让我抱上重孙 您看时间快大半年过去了 我的重孙呢 爷爷 你看看 我不是在忙吗 我早就跟你说过 你呀 得有了孩子 爷爷 才能放心的 把富士集团的股份 都给你 要我看呢 你之前呢 就不该一起用事的 取消婚约 现在可好 你又单身了 这孩子 不是更没影了 爷爷 你放心吧 我会想法 尽快让你抱上孙子的 你连男朋友都没有 怎么会有孩子呢 好了 爷爷 您放心吧 慢走啊 我会有办法的 副董 今天我都这么主动了 你可要好好表现 我推了十天的工作 这十天里 你只要配合我 让我尽快怀生孩子 放心吧 副董 这个吧 你受伤了 我推了十天的工作 这十天里 你只要配合我 让我尽快怀生孩子 放心吧 副董 这个吧 你受伤了 就伤了 去年登山的时候 被树枝火了 户外活动 要注意安全 脆个时候 小转新年 这男模 还挺贴心的 这味道 有点熟悉啊 这怎么那么香 你们为什么要打我 我爸妈说了 你爸爸和小三跑了 不要你们了 不说 我爸爸是去国外工作了 他才没有抛弃我们 你们不许欺负他 快走开 快走开 小爱做梦 你别哭了 这是我自己做的三明治 吃饱了就不难过了 谢谢 这是我的护身符 送给你 它能给你带来勇气和力量 我一定会好好保护的 我们一起吃吧 那 这是他给你的 没事 咱们一起吃吧 难道 是他 陈云琪 你之前为了保护我 手臂划伤了 伤口怎么样了 谢谢副总关心 早就好了 让我看看 我不放心 这个味道 是我的错觉吗 总觉得有些熟悉 副总 您这是 我关心员工不可以吗 让我看一下 你之前的伤疤呢 我用了去把喊的药膏 已经好了 看来真是我多小了 陈云琪不是吧 副总 怎么了 没什么 我今天吃到一个三明治 这味道和我小时候 保护过我的一个小哥哥 送我的味道一样 快滚 小爱揍吗 你别哭了 这是我自己做的三明治 难道 他是我小时候帮过的人 对不起对不起 我不是故意打扰你们的 华一 我跟你说多少回了 不能随便进我办公室 对不起啊 世青 我就是想来跟你说 上次那个会议 办手里的数量 出了点小问题 采购过来 让我问你该怎么办 一群废物点心 什么事情都做吧 滚滚滚 放总 你没事吧 谢谢 我没事 你 你是那个小女孩 什么 这是我的东西 我小时候把它送给了一个 被欺负的小女孩 你就是那个 曾经保护我的小哥哥 是啊 没想到这么多年 我还能遇见你 那时候我被人欺负 你就帮了我 长大后我被绑架 又是你救了我 云启 你一直是我的保护神 这么多年 我从来没忘记过你 他守护了我很多年 现在终于可以 乌龟园主了 我觉得还是给你吧 云启 这么多年 我一直很想再见到你 方华翼 赶紧交给那群蠢蛋处理 好的 我马上去 副董 方总毕竟是您的表妹 你对她说话 会不会太重了 在公司里 她是我的下属 用不着你来教我东西 我这家 你竟然要一个小白脸都不用 呼 啊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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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姐 啊 是 须知药 你睁那眼睛 看个清楚我是谁 是 叫 啊 啊 啊 傅士青 咱们走着瞧 欢迎各位来宾来到我们傅士集团春夏新品发布会 傅士青 傅士青 你强奏我的男人 我要毁了你 玉琪 你怎么样 赶紧来人啊 叫120 医生 他的伤势怎么样 他被硫酸烧伤 幸好窗口面积不算大 一周以内应该就会愈合了 但是青创手术过后还是要注意伤口的护理 以免感染 好的 谢谢医生 罗美颖呢 他被警察带走了 都是因为我 你才受伤的 没事副总 这是我应该做的 玉琪 无论如何 都要谢谢你救了我 喂 是程卫的家属吗 我是 是这样的 程卫这两天情况有所好转 有醒来的迹象 太好了 那我今天下班就过去 谢谢医生 就算了 我 最后 我 就算了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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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你 我 我 你 我 我 你 喂 你妹妹在医院出事了 你快点过来 好 我现在马上就过来 喂喂 放心 她没事 幸亏我怕有人对她动手 提前安排了人暗中保护 否则 后果不堪设想 真是太感谢你了方总 凶手抓到了吗 抓到了 但我怕打草惊蛇 现在没有报警 只是把她暂时关押了起来 辛苦了方总 所以凶手是谁指使的 她不肯说 不过 我在她手上看到了这个自清 F型为什么 她很有可能 是我外公以前的保镖 现在 听命于傅施琴 你是说 傅施琴要杀的 医生说 陈渭情况好转 我想 傅施琴可能是怕陈渭醒来 会指认她的罪行 所以要先下手为强 士琴 好的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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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救救我 救救我 傅师兄 林奇 没事吧 我车就叫你出去 病人的身上有几数软组的疏伤 还有点脑震荡 但并无大碍 真是不幸中的万幸啊 行了 好好休养吧 林奇 又是你救了我 可是我想知道 为什么你每次都来得这么快 傅董 你好好休息 陈于奇 我觉得你最近态度很奇怪 你是不是有事瞒着我 傅董 你想多了 不过我确实有件事情要告诉你 什么事 我决定辞职 离开傅师 什么 为什么 这是我的私事 无可否告 允起 陈于奇 傅师兄 为什么我那么恨你 却还是下不了手 云奇 欢迎 我听说傅师兄的车子滚下了山坡 是你救了他 你没事吧 我没事 对了 我来时告诉你 我准备离开傅师了 我不打算在傅师干了 可是云奇 我想告诉你 我也喜欢你 从你救下我的那一天起 我就已经喜欢上你了 怎么以前没听你说过 之前我是觉得 诗晴也喜欢你 所以不想跟他争 但现在你要离开傅师了 我就说出来了 诗晴那么爱你 你走了 他一定会很难过吧 如果傅师兄真的爱什么 我跟别人结婚 岂不是更让他满手 云奇 我是真的很喜欢你 你有没有可能考虑一下我 华一 你愿意跟我订婚吗 石晴 你身体好点了吗 我没事 医生说我明天就可以出院了 公司那边怎么样 公司没什么事 我来时想告诉你 我要订婚了 订婚 你什么时候有男朋友的 我怎么不知道 其实 你们认识的了 进来吧 云奇 你们什么时候 石晴 不好意思啊 我知道云奇是你的保镖 但我喜欢上他了 就偷偷挖了你的墙角了 对不起啊 副总 我和话译情投意合 请你成效我忙 好 你们先出去 让我一个人静一静 石晴 出去 我给你 世青 放开我 世青 承云锦和风华一订婚的事情 我都知道了 你怎么能被这个小白脸 刷得你们姐妹两个吞吞转 你自己也出轨 有什么资格说的 都什么时候了 你还哭着他 是 我之前是出轨了 我就是鬼迷心窍 我现在想明白了 我真的知道我错了 你再给我以死机会吧 许之遥 你想得美 你就当为了孩子行吗 你不是一直想要个孩子吗 最近家里有这么多事 这么短的时间内 你去哪里找一个 比我更适合当孩子爹的人 你不会还要再找个小白脸吧 许之遥 你说得对 再来复合吧 真的 而且我们要赶在成云一起 和方华一结婚之前 可以吗 好 他来医院做什么 医生 你已经怀孕四周了 但你之前受伤 胎相有点不稳 你跟你老公商量一下吧 要不要考虑住院保胎呀 谢谢医生 我考虑考虑 好 好 我 他回了我个孩子 云启 等很久了吗 放走 咱们都要结婚了 你得叫我画意才行 今天你没别的工作 可得好好陪我逛街 好 云启 要不要吃点什么 要不就买这个吧 云启 云启 福董 这是我们店里 今年最贵的一款 师兄 这也太美了吧 你一定是最美的新娘 就这一身吧 我不想换了 怎么突然那么困 是怀孕的远古吗 这不是去婚礼现场的路 你要载我去哪 陈云启 你 这下 是怀孕的 谢谢 谢谢 陈雨琴 陈雨琴 你放开我 陈雨琴 陈雨琴 怎么 只需你花钱玩我 不许我花钱玩你 陈雨琴 你一边委屈球权 一边又混进我的公司 你究竟想要干什么 你一直问我 你忘了你是怎么对待我爸 和我妹妹的吗 真的 我真的不知道 还在撒谎 现在就为我爸报仇 师兄 副师兄 对不起 找到了吗 还没有 警方那儿也没消息啊 没有 陈雨琴是雇佣兵出身 反侦察意识很强 他可能故意挑了 没有监控的路段走 接着 有消息联系 嗯 他不能走公共交通 开车上高速以后备查了 很有可能 是往城郊荒野去了 许总 我们找到了城郊码头 这里的运营说 少了一只小船 好 我马上过去 怎么会有血 难道我的孩子 妈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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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对不起 她刚怀了你 就被你的爸爸亲手给伤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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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傅师兄 傅师兄 你干什么 你不是想插了我吗 我自己去死好了 冷静点 冷静点 放开我 别碰我 你冷静点 滚 傅师兄 你干什么 你不是想杀了我吗 我自己去死好了 冷静点 冷静点 放开我 别碰我 冷静点 滚 陈雨智 陈雨智 你为什么不反抗 是我先动手的 你没杀就杀吧 陈雨智 你为什么杀了我的孩子 他也是你的孩子 什么孩子 孩子怎么了 师兄 师兄 给我抓住他 还愣着干什么 赶紧追啊 师兄 师兄 孩子 孩子 师兄 你醒了 我的孩子呢 哦 没事 孩子没事 孩子没事 是我错过的 师兄 我都不知道 你已经怀孕了 师兄 师兄 我们还是取消婚约吧 不 之前我也对不起过你一次 咱们这算扯平了 如果 我是说如果 陈雨智要是负不了这个责任的话 我可以当孩子的爸爸 谢谢你 师兄 但是我 但是我得想一想 好 你休息吧 我先不打扰你了 人找到了吗 还没有 他受伤了 应该跑不远 接着找 是 明智 怎么回事 明智 快 伤口不能沾水 要小心护理 七天后拆线 好 谢谢医生 是失情捅的你吗 你说你好好的 突然绑下他干嘛 算了算了 我不问了 谢谢方总 你在这里安心咬伤吧 剩下的不用你管了 那 我能去看看附师兄 现在外面到处都是找你的警察 你还想去刺头罗网 云琪 咱们都要结婚了 你怎么还这么防着我 你放宽些 我现在只想好好跟你在一起 谢谢你 华爷 云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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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没事吧 师兄 我知道我伤害了你 你不会这么轻易原谅我 但我真的很担心你 云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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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没事吧 师兄 我知道我伤害了你 你不会这么轻易原谅我 但我真的很担心你 云琪 我可以原谅你 但是请你告诉我 为什么那么恨我 云琪 你认识他们吗 这不是程教授吗 他是我的父亲 仔细一看 你俩是真的有点像 难怪第一次见你的时候 觉得有点眼熟 你知道我爸爸的死讯吗 我知道 你爸爸去世那天 我还去过 他 不 是你们家 所以他的死 真的跟你没有关系吗 所以我的妹妹也不是你退下楼的吗 程教授可是我的恩师 自适应生物材料 可是我们一起研发的技术 而且 我那天去他家的时候 他还好端端呢 你妹妹也没有回来 你真的不知道 我真的不知道 而且你爸爸是心脏病突发死的 怎么可能和我有关 你要怎么证明你说的话 我记得 那天我回到家以后 还和程教授通过电话 你看啊 晚上十点钟左右 我还给程教授打了电话 法医静静 我爸是在晚上十一点左右死亡的 傅师晴十点吧 还在跟他打电话 说明他那会儿还活着 应该是打个电话 不久之后遇害的 傅家到我家 车车一段离别多小时 也就是说 傅师晴不可能是行事 现在你相信我说的话了 法医静 我爸是在晚上十一点左右死亡的 傅师晴十点吧 还在跟他打电话 说明他那会儿还活着 应该是打个电话 不久之后遇害的 傅家到我家 车程要一个多小时 也就是说 傅师晴不可能是凶手 现在你相信我说的话了吗 难道 我真的错怪你了 您且 我以孩子的名誉启示 我真的没有杀人 所以说 我一直都恨错了人 我做了仇 这 这不是小时候保护我的小男孩送我的吗 难道你就是他 这是方华医给我的 说是 说是我小时候给他的 撒谎 他撒谎 这明明是你小时候给我的 他不见了 华医说他没有看到过这东西 原来是被他偷走 所以方华医一直在骗我 也是他告诉我 你是杀害我爸爸和妹妹的凶手 华医 是华医 原来是他一直在捣鬼 但是为什么呢 我不知道 但我猜 他一直都记录你 想借我的手 把你给除掉 从而不费吹灰之力 夺走你的一切 包括傅师集团 我们俩虽然是表姐妹 但是从小一起找他 我可是把他当成亲妹妹 你们俩从小 有个什么过节吗 没有 硬是要说的话 我妈妈是昭赘生下了我 而他 小医是出嫁生下的他 所以我姓父 他姓方 爷爷从小把我当成 继承人来培养 话医虽然嘴上不说 但我知道他很介意这一点 那就是了 所以他一直积压在心里 这么多年 现在终于爆发出来了 现在他决定斩草出根 取而代之 那到底是谁 伤了你爸爸和妹妹 难道是华医吗 我不知道 但这次 我一定会查清楚 我凶手给什么制衣法 我和你一起 喂 您且 之前我怀疑成为一直不行 是和药物有关 刚刚我把他输液瓶带回来检测一下 真的有问题 什么问题 里面被添加了浪荡 俗称颠钳 颠钳解释有毒的 少量摄入 可以舒缓阵痛 但长期摄入 就会导致心计 幻觉 精神错乱 甚至 死了 有人想 未未再也醒不过来 难道是方化医 无论如何 我们试一试他 这么大一个活人 你们找不到 一群废物 赶紧给我接着找 云 云 云 你回来了 你之前去哪了 让我好找 我去医院看薇薇了 怎么了 这不是警察还在找你吗 我担心你 没事就好 对了 我给你讲个好消息 我跟医师商量着换了个进口的输液药 昨天晚上 薇薇她已经醒了 什么 陈薇醒了 对 虽然她现在非常虚弱 还不能说话 不过相信 过一段时间 她就可以恢复过来 那 那真是太好了 等我有空 和你一起去看她 那我先去休息了 喂 帮我查一下 陈薇是不是真醒 如果她醒了 今晚就替我做掉她 记住 伪装成医疗室 做一名 想用空气注射动漫 加剧神经损伤 都是挺高明的杀人手段 是谁指使你的 是方化义吗 他出多少好处呀 我给你双倍 想逃我话 敬酒不吃吃法酒 还挺有骨气的 那我就把你按照杀人未遂 移交给警方 搜 我可提醒你 你的身份 我立马就能查到 你进去之后 你的家人 我也不会让他们好不过了 一个方化义 值得你这么做吗 不说 成为 你要是一辈子醒不过来 也就算了 谁让你这个时候醒 要怪 就只能怪你命不好 事情办得怎么样了 方总放心 后天的股东大会 您作为闭会代表 押注发言 到时候 现场直播 各大媒体都已经受邀了 好 事成之后 你们都有啥 傅士气 我要让你知道 不管是男人 孩子 还是公司 等等都是我 你生不过 也被搞成了 下面 让我们掌声 有请集团副总 方化义小姐 做最后的闭幕致词 各位来宾 欢迎大家参加本次会议 关于集团业务方面 各部门之前都已经汇报过了 我这次讲话的主要内容 是要向社会揭发 我们傅士集团董事长 傅士情的罪行 方总 能否详细说说 众所周知 我们傅士前段时间 发布了自适应生物材料 这项新技术 显为人知的是 这是傅董和他大学期间的导师 程准教授 共同研发的课题 其中最核心的部分 由程教授单独完成 之前从未对外公布 就连傅士情 也不知道 但就在不久前 程准教授 在家中遇害了 而这项技术的相关资料 也全部消失 您的意思是 傅董为了窃取核心技术 杀死了程教授 对 不仅如此 傅士情 还将程教授的女儿 程卫 从楼梯上推了下去 造成严重脑损伤 她在昏迷数月后 于前天夜里 不幸病射 谁说我死了 程卫 你没死 你没死 前天晚上 你派人去月杀我 还好我已经提早醒了 幸亏我哥和事情起 提前把我进行转移了 不然的话 我又要再次造你的毒害了 程卫 说话可是要讲证据的 你凭什么时候受我派人杀你 你 你以为 喂 帮我查一下 程卫是不是真醒了 如果他醒了 今晚就替我做掉他 记住 伪装成医疗事故 坐以密信 这是你雇佣的杀手 给我的通话记录 他是个细心的人 记下了所有你和他的通话 以备不时之需 多云可以剪辑 这不能作为呈堂证据 这可不是唯一的证据 这是你雇佣的杀手 给我的通话记录 他是个细心的人 记下了所有你和他的通话 以备不时之需 陆云可以剪辑 这不能作为呈堂证据 根据尸检报告 程教授体内有阿托品 也就是癫且紧 他本来就有心脏病 这会引发他的心率过快 导致死亡 这可不是一般的人们知道 所以呢 你也是医药专业出身 凭什么就说是我干的 之前 在程卫的书页瓶里 也同样发现了这类疾病 而你 以公干之名 多次在公司拿取这类药品 姐的武山 曹花医 不要再狡辩了 曹花医 我和我爸爸与你无悦无仇 你为什么要害死我们 还不是因为 他只偏袒付尸检 不肯让我加入课题 程教授 期待你的新品发布会 那我先回去了 好的 路上注意安全 请立刻下转发布会 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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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办 来人们救命啊 你们要干什么放开我 嘘 你就是傅施琴啊 我不是傅施琴 我是她表妹 我就放坏衣 别他妈废话 带走 来 身材不错 别碰我 要吗 我先来 行了大哥 放开我 傅施琴 他们要绑的人是你 为什么最后是我带你受苦 上天怎么就这么不公平 想说我能活着出去的话 我一定要狠狠报复你 把你踩在脚下 住手 你 没事 我是来救你 我是来救你 我杀了你 我杀了你爸爸 你又救了我 我欠你两条命 是时候该换你 不用你们抓我 我自己会责 事情 我这辈子 我这辈子什么都输给你 好不容易以为自己要赢一回来 结果还是一败涂地 阿姨 其实你什么都不比我差 为什么要用半辈子时间和我争风吃醋呢 再坚持一下 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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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生出来了 用力 哥 你放心 不会有水的 好 我知道 我知道 生了 是个男孩 六斤八两 很健康 谢谢医生 好可爱啊 长得好像你啊 哥 是的 嫂子来了 师娘 你没事吧 辛苦你了 我没事 孩子呢 孩子在那儿呢 跟你长得一模一样 谢谢医生啊 谢谢医生 没事 谢谢医生 恭喜 这孩子娘胎里受了不少苦 现在能健康 我就很欣慰了 你别笑 以上就是我们的新技术 生物智能纳米技术 虽然它还处于初期研发状态 但是我相信在我们的共同努力之下 它一定会有更广阔的未来 谢谢 谢谢 林姐 这些年若不是你帮我 富士集团不可能发展得这么好 不 都是你的功劳 你真的很努力 谢谢 我和孩子都很为你感到骄傲 对了 蔚蔚呢 她在忙着做毕业打变呢 她正准备工赌博士 准备继承爸爸的医博 太好了 那她不就是我的师妹了吗 对 我相信咱们一起努力一下 不管是富士 还是咱们的家庭 都会越来越好